數字跟零相成一定以為是零 那我們就把這個範圍裡面 把最大的 最大的幾個數字 分別把它抓過來 那就可以得到我們的這個 勾選六個號碼 那最大的挑出來之後 最後再把它排序 排序的話呢 排序由小到大 那最後的話再做個什麼呢 做個格式化 讓它變成兩碼 再來的話把這個資料 用什麼呢 複製貼上什麼呢 貼上連結 把這個地方貼過來 就可以得到 那最後再做個開箱按鈕 比如說這個地方就可以得到 我們要的結果 但是這個地方它的範例有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地方 這個V路況元素呢 我前面有講過有沒有 如果是0的話是完全比對的 1的話是找接器 所以這裡應該是1才對 那課本的這個範例光碟 給的應該是錯誤的 所以你特別注意把最後這個參數 把它改成1 至於這個地方怎麼做 我想第一個你們先看一下 把這個完成的檔案呢 先開起來看一下 開完之後的話呢 大概知道之後的話 請你把它看要不要關起來 或者把它縮小放在底下 再來的話呢 開啟example的這個範例 我們用example來練習 因為如果要刪除 可能要刪除蠻多東西的 那這邊的話呢 請你在開啟這個example裡面的那個大樂透檔 然後呢我們再來一個一個練習好了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那這一題的話 原則上喔 是最難的地方呢是怎麼樣 是因為它的邏輯實在是 太複雜了 那前面同學光喔 看到這個邏輯喔 頭都暈了喔 所以我就先跟各位做個解釋啊 光這些這些步驟喔 你會覺得怎麼這麼的麻煩喔 當然這個是這本書的作者的邏輯啦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簡化啊 你不是說只有完完全全要照它的方法 你也可以去思考就是說呢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可以喔 第一個如何產生亂數 七個亂數 方法不只一種啦 第二個的話呢怎麼去比對 比對出亂數的結果